Morning早上,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我是张浩 在每个视频里面呢,我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排名啊 这个美国留学的这个排名 排名呢,其实是一种对信息差和美国大学 不了解的一种让步,也是一种退步 我为什么这么说这句话呢 其实我在之前一直说过一句,来回重复一句话 我说排名呢,具有参考意义,排名也仅仅具有参考意义 很多人其实没有听懂这句话 为什么说排名具有参考意义,排名也仅仅具有参考意义 为什么说排名其实是大多数的,可以说90%以上的留学生 以及99%以上的留学生的家长 对美国大学的一种不了解的退步 或者说是一种无奈呢 真的是这么一个现象 排名,不管是在美国我只看US News排名 当然了,你如果想说你回国要就业或者发展或者想进事业单位的话 或者是whatever,你可能会看QS排名 QS排名,那是人者兼职,制者兼职的事情 但是一个国家搞一个国家的事情 一个国家排名,一个国家的大学 美国有5000多所大学,ASSB商业将近500所 这还是ASSB认证的商业,非ASSB认证的商业将近快有1000所了 5000多所大学,1000多所商管的院校 将近500所ASSB黄金标杆的商业 其复杂程度不言而喻 这就为什么我在一个小众的领域 美国商业 其实我的领域真的非常小众 首先留学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但是在留学里面,我只选中了一个国家,美国 在美国这一个国家里面 可能这个一个大学有几百个专业 有平均一个大学会有10到20个学院 就比如说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商学院,经济学院 社会科学学院,包括艺术学院,太多的学院 包括甚至酒店管理学院 有这么多学院,而我只选中了一种学院 就是商学院或者管理学院 因为有的叫商学院,有的叫管理学院 在美国五千多所大学里面 每个大学开着几百个专业 开着十几个学院的情况下 我只选中了一个特定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 而这一个商学院和管理学院里面 在这一个学院,在这一个特性的学院里面 还有将近20个到30个不同的专业 所以我也许大家会说我选择领域太过的 眼光太窄或者选择了整个的这个大学的 这个留学这个方面讲的太少 有很多学校,有很多学生或者家长私信留言说 你们也不讲工程学 你可以介绍介绍这个大学的综合性 或者介绍介绍大学其他的学院 我说真的,我就觉得心里有一种话叫 臣妾做不到啊 我不懂啊,我不了解啊 可是我就是当,我觉得当越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越觉得其中的就是深邃 或者说是其中的这个事情的复杂性 反而是很多的中介越不了解 越是你问他什么他都能给你说出来 一二三四五 可是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敬畏的事情啊 这是教育行业啊 这是教育行业 在你的每一句话有可能会改变学生 一辈子的一个选择啊 一个人生的前途啊 你如果对这件事情 说真的,商馆内院校 既然说我是在这方面已经非常的了解了 没有 我对商馆内院校 我自己对自己的认知 我对美国商馆内院校的专员的认知 可能只有10%到20% 还有剩下的80%到90%的发展空间 我还不够了解呢 虽然我录了几百集视频 上千个商馆内院校的项目 但是我依旧对此不够了解 我觉得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 在留学这个领域里面的敬畏心理 而就是在这么深的一个 留学的这一个垂直度非常深的一个领域里面 大家是不可能作为第三方进行如此的了解的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自己清历10年以上的历程 真的很难说真的 就是大家为什么看不到其他的人坐在这里 讲一个商馆内院校 可以讲一个小时的视频 可以讲30分钟的视频 我录所有的视频 我没有提前准备过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我没有提前准备过任何一期视频 就能坐在这里说 为什么自己亲身经历了将近10年多的历程 那好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在这么一个复杂过程中 大家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信息差 那怎么办呢 大多数人 绝大多数人 可以说是90%以上的留学生 也只能参考大学的综合排名 以及商馆内院校的排名 而这其中真的是一种无奈 一种让步 也是一种退步 这些排名 说着呢 大学的排名每年千遍万化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Selker University 选中大学的MBA的排名 2022年排到了 好像是70名还是80名左右的一个位置 今年2023年最新的US News排名 出了MBA的项目 直接翻了 上上上 一下增强了30名 从70名到80名 一下上涨到了40名左右 达到了历史 在过去的将近20多年 30多年 40多年历史中 达到了历史最好的成绩 那么现在反问大家 各位留学生和各位留学生的家长 你们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这个排名增加了呢 你别说你们了 你们去问问你们的中介 为什么这个排名增加了呢 我想大多数人可能会说过年话吧 会说那是件好事啊 那多好啊 你看你孩子去了学生大学 排名增加 是确实是件好事 非常好 可是为什么呢 什么因素影响了排名 很多人都说不上来 大部分人可以说绝大部分人都说不出来 他只会看到这个排名的上升 那么如果大部分都说不出来这些排名的竞争的话 那我再反问大家一句 那如果伊索大学 比如ABC大学 今年排到40多名 这排名有上就有下呀 排名到40多名 突然跌到80多名 怎么办呢 你去骂谁去 你去骂爹还是骂娘 那岂不是就成了 任何一个留学生的家庭 家里都应该供一尊大佛 或者供一个观音菩萨 天天在家里给孩子祈祷吗 说我孩子只要去了这个大学 求求老天爷了 开开眼吧 千万不要让这个大学排名掉下来 那不现实的 有排名 有优秀的就有伤害呀 有排名前30的就排不进前30的 有排名前50的就必然要把其他大学刷下来 所以排名真的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退步 非常无奈的一个信息化的让步 信息差的让步 而真正在选择一所留学院校的情况下 我再说一遍 我不了解什么信息科学学院 什么工程学院 我只说商管的院校 我的所有的视频都针对美国商管的院校了 咱们就简单来说美国商管的院校 怎么来选择一所优秀适合自己的大学 其复杂因素非常复杂 而且我在这期视频里面 有些人可能会说张老师那你说呀 到底什么因素影响一个大学的选择 我说不出来为什么 因为没有一个真正正确的选择 只有一个真正适合的选择 如果这个学生 比如说这个事情非常复杂 我在跟学生交流 为什么每一个免费资金资金的学生 我都提供30分钟的时间 而大家都发现聊不完 而且说真的 你们再去看看其他的一些 一些咨询 可能给你5分钟时间就不错了 10分钟时间就不错了 为什么30分钟时间到一个小 甚至大部分的咨询免费的 我都是将近一个小时间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学 因为你的一句话将改变学生 一生的一个选择 那而这个学生 他的真正性格是怎么样的 他喜欢什么样的大学 什么样大学的文化 这个选择的难度 在于这个大学所在的地理位置 这个大学所在的地理位置 大家都没想到过这些点 很多人 大学所在的地理位置 以及周边的整体的商业经济体 Majergan大学 Majergan State University Majergan州立大学 为什么工业那么强 旁边就是美国三大的汽车的巨头 和美国重要的制造业的工业环境 SAM公司在哪里 那可能你可以查到 为什么叫SAM公司 对吧 Majergan包括Minnesota 包括同样道理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康州大学旁边的金融保险的环境 佛罗里达共和党的税收问题 纽约的城市所带给人的影响力 亚里桑那州立大学旁边的芯片的制造 Intel公司 Intel公司 它包括在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华人大学 周边的Microsoft Amazon等等的科技的公司 加州大学的创新 与创业的能力 这简简单单还是一个地理位置 所能带给的一个经济环境 共和党民主党的大洲 所吸引的教授教学的方式 是否符合你的理念的观念 你到底是想在德州学 How in and how in the business All in the gas baby 石油和能源宝贝来吧 你还是想学这样的商业 还是想学 Let's innovate 我们来创新 在加里福建下那一套 还是Let's talk about business 还是New York City那一套 你到底是想在大城市里面 能看到各种的opportunity和商业 机会和商业的发展 还是想在大学城里面 真正体验个四年的 整个一个美国大学城的环境 这简简单单是一个地理位置的因素 你什么样的性格 你是outgoing 还是 你是不是一个outgoing的personality 是不是一个外向的人物性格 你在大学里面 是否活动更多 你到底想学哪个商业的专业 这个商业专业里面 学校是否有科研的中心 这些信息在大学的排名上面 中央排名上面 你都很难看到 影响因素多了 影响因素多了 你到底还想走什么样的路 选择什么样的大学 在哪个位置 所以说我今天简单的 拿出这个十分钟时间来 跟大家说这个排名 综合排名 或者整个的商业人员下的排名 只能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或者参考的依据 但是综合排名也仅仅具有 参考依据和参考价值 很多人老说中国人没有工匠精神 我觉得这句话是在扯的 中国人很有工匠精神 至少我愿意在这一个小众领域里面 把它说清楚 说戏 一点一点的 咱们老老实实的做人 实事求是的做事情 是最重要的 因为教育本身就是对一个孩子 一辈子选择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教育简简单的 绝对不是说 我今天挣一些钱 明天好 我把公司注销了 然后卷钱就走人 你看看多少中介 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 有多少中介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 但是这件事情 但是又是 这又是一个需要急速付出时间成本的一个行业 要钻研 要能够卡下心了 做到这里仔细的钻研 所以说 我希望 你不应该依靠我 或者依靠任何一个你的中介 或者依靠任何一个留学的机构 来帮助你选择大学 真正做出选择的 只有你自己 你就要去了解 去做research 去调研 去做这方面的科研 去做这方面的调查 因为这就像你选女朋友似的 这是跟你一辈子的学历 你仔细的把大学到底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环境 开着哪个样的地理位置 开着哪些专业 大学的综合排名是怎么样的 大学是否把资金放到这个项目里面 是否放到这个专业里面 这个专业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实习的体验 或综合性教学的一个整个的经历 你未来的市场就要发展方向 未来的就要环境是怎么样的 这些都太重要了 而排名具有参考意义 仅仅具有参考意义 综合排名只是对信息差的一种无奈的让步 好吧 我每周五岛的免费资金时间 如果想联系到我可以给我发现 firstsim.lastmanhentesty.com 通过微信联系到我 pcmchz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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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